抗美援朝题材影片《长津湖》11月11日在香港上映 吸引大批市民进场观影 《长津湖》香港上映前两天 不少开放订票的场次显示满座即被预定 11日当天 记者在一家影院门口看到一些观众结伴而来 不少人向中心社记者表示 对该电影可谓期待已久 受疫情影响 此前无法回内地观影 所以该片在香港上映首日 便迫不及待跑来观影 在看过这部 时长近三小时的国产大片后 有市民难掩激动向记者表示 他们感触良多 深感现在的生活 都是由心恋们用心血换来的 我们不可以忘记过去 真的很希望世界和平 希望我们做过我们中华民族的后人和平 就是给香港很多人不了解内地和中国有今天的成就 他们给他们看看是真的很不容易的 是很多很多人为了今天牺牲了很多的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中国一定要硬起来 据悉 长津湖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长津湖地区与美军作战 最终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广大地区的故事 在内地累计票房突破56亿元人民币 成为2021年全球票房榜冠军 暂列中国影史票房榜第二名